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十一法第五句看齐 《庆尽严心道场生》 《能信妙庄严道场》 《广化众生令成熟》 同学们 对这个经文 总得要明了 佛的经教 总是意在言外 所以 大经大论上 佛才说 佛法无人说 虽知莫能见 这个话是实在的 绝对 没有一丝毫夸张 一定要真正理解佛法的人 来归你说明 否则的话 要是一文结义 就会搞错了 如果一文结义 必定看这一大段 这一大段 我们今天这是第十六个小段 总共有十九个小段 这一大段都是讲的神 清凉大师 在这个阔畔里 叫砸神中 把这个天地之间鬼神 封为十九类 你一定说 这是讲鬼神 这是讲迷信的 那你就完全搞错了 鬼神有没有呢 有 经上是不是讲鬼神呢 讲鬼神的意思是 讲教育的意读 要懂这个道理啊 道常神 道常在哪里 只要有众生所在的地方 就是道常 所以你的家庭是道常 你的工作的处所是道常 聚会的处所是道常 社会是道常 国家是道常 这个地球是道常 再扩大呢 到境虚空变法界 无时无处 无时无处不是道常 都明白这个意思 所以佛法是教育的意义 要占百分之九十 这杂神 他的分量最多也不过是百分之十而已 因此 讲到这个道常的 护法 是指这一类的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护法的 使命 都有护法的责任 护什么方法呢 护道啊 到底下就是德 我们要护持道德 道是正常的生活方向 正常的生活方式 都是什么呢 都是正常的生活享受 我这个话 大家容易懂了 那么现在关键呢 就什么叫正常 什么叫不正常 佛在经典里面 给了我们一个标准 佛如是 儒家也如是 道家也如是 急急乎乎 所有宗教经典里面 大致都是相同的 这个方向就是 一切随身自然 在佛法里面讲呢 随身发信 而不是随身烦恼 随身自己烦恼吸气 随身自私自利 贪嗔痴慢 这个错了 这是反常的 那就不是道了 道是什么呢 道正好跟这个相反 大功无私是道啊 无贪 无贪 无臣 无痴 无痴 是道啊 利益社会 利益众生 是道啊 孙人 利益 是错了 是道了 学籍为人 是道 前面讲的这一段 余化妙 言 道场神 他所修学的法门 如果我们用一句话来总结 学己为人 只要是利益别人 利益社会的 利益国家 利益众生的 学自己的生命 也在所不惜 这行道啊 我们真的有这个认知 真正肯这样做 这就是大场神 毛主席说的一句话说的好啊 为人民服务 佛法呢 比他这个范围还大 佛法是为一切众生服务 人包括在里头 但是为人民呢 没有包括众生 为众生呢 包括人民在里头 我们不但为一切人服务啊 我们为一切动物服务 我们为一切植物服务 我们为山和大地服务 这个范围广啊 所以前面讲的是 细身奉献 这第五 据所说的呢 这是这个菩萨的名号 清净严行 清净是心啊 行就是色相啊 我们的相状啊 心的清净 相状呢 这个叶呢 是火焰 代表智慧光明 我们的形象啊 要充满了智慧光明啊 顾名思义 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 为众生服务 要以清净性 要以更大光明的形象 你才能得一切众生的 欢喜爱戴啊 那么他所修学的法能 是得门县妙庄严道场 这个妙庄严道场 清凉大师注解的 非常之妙 他说啊 这就是色相道场 聚妙庄严 并未熟无 他注这几个词 我们要能懂得这个意思 光明就是我们今天 所说的美好 世间人常常讲的 真善美 佛法里面 还加上智慧 真善美慧 就是佛门当中 常常讲的状言 真是真诚啊 善是善良啊 美好啊 智慧 从我们的内心 发出 表现在我们的形象 身体的形象 从身的形象 再扩通到 我们生活环境的形象 这是要明了 我们每一个人 夜报 不相同 也就是世俗里头 所说的 每个人的命 不一样啊 有的人命里头 富贵 有些人命 贫贱 但是主要晓得 富贵贫贱 是另外一种事情 不爱修道化 不爱正道化 富贵人可以修行正骨 贫贱人一样 也可以修行正骨 这个事情是平等的 与富贵穷通 不相干 这个通是怎么样呢 你做事情很顺利 到处都有善缘 穷是什么呢 你无论做什么事情 都有障碍 总不能够称心如意 那都是命啊 与真正修道怎么样 没有关系嘛 于是我们就晓得了 从内心的清静智慧 表现在我们的形象 然后再扩充到 我们的生活环境 如果我们的命里头平静 我居住的环境很简陋啊 虽然简陋 整整齐齐 干干净净 古时候有许许多多的大德们 有出家的也有在家的 很多在家居士 居住 在乡村 在山林 大几间茅棚 民窗 禁忌 一尘不染 我们一般称高雅了 实际上 他很贫穷啊 但是 他行道 他生活 很快乐 在中国 古代 最具足代表性的 孔老夫子的学生 延回 延回的命 的确 真的是 他贫贱啊 没有福报 而且短命 他32岁死的 是孔老夫子 最得益的一个学生 父子常常赞叹他的耐心 这个人有智慧 非常聪明 可惜没有福 又没有受 具陋相 但是 朴隐呢 过那么平补的生活 平常人过那个生活 一定感觉的很忧虑 很痛苦啊 可是延回什么 延回 天天生活得非常快乐 夫子赞叹叹他 他为什么会快乐呢 他行道 行道 有得于心 那个现象就是 烦恨 烦恼亲 智慧 智慧 因为真的 烦恼 一天 比一天少 智慧 一天 比一天 正常 他怎么会不快乐呢 心道 有得于身 形象 好啊 虽然是很贫穷 穿的是不衣 你仔细看看 他的衣服 清洁正气 衣服破了 把他补补 那个没有关系 无伤大雅了 我们过去看过很多 虚云老和尚的照片 虚老和尚照片里面 所穿的这个服装啊 我从来没有看到一张 他的衣服是没有补过的 都是补丁 补了好多块的 他借鉴兵壳 借鉴贵兵 也是这样啊 只要干净 只要珍惜 这个并不顺利啊 我过的是这个生活吗 我这个打断是正确的吗 这代表我身份吗 这就是随身发心 这就是回归自然啊 如果贵兵来了 特地去做一套礼服 就不自然了 做做了 那不是随缘 是攀缘了 这就错了 要想的 这不是礼 现在人 不懂这个道理 如果命中不归 你居住的环境 一定与你自己的身份相称 你也不能过分的 过分的摄持 过分摄持 你错了 你心的不在道上 如果借鉴 也过得很简陋 舍不得花钱 那你也错了 那你也错了 但是富贵 还是过贫贱的生活 有一种是正确的 你平常啊 神赤兼用 借神下来的 去救济一切穷苦的平民 这是正确的 这个是对的 你可以把你的道场啊 装盈 解一等 这大家知道 哦 你是用在啊 救济苦难的平民 所以 随着自己的生活方式 随着自己 富贵 瓷野 顿引自己的道场 也就是自己的生活环境 但是最重要的 真正的壮言 就是亲近 你的环境一定要干净 跟其 绝对不凌乱 跟其清界 这个是最值得别人尊敬的 宾客到我这里来 我招待他的 我以清净 整齐清洁来对待他 这是最对他的尊敬 不是一种豪华摄持铺张 不是 那你完全搞错了 这个就是 菩萨在此地教导我们应该怎样庄严到场 这些话是从都是形象上说的 说这个意思呢 更深 它的目的在哪里呢 广化众生 而且呢 而且呢 宁成熟 这个意思是 用意识 教别人呢 劝别人呢 让别人看到你这个形象 对你 你护持了佛法 佛法才能在世间 久住啊 佛家常讲的 正法 久住 绝对不是 每天在佛菩萨形象面前 磕头 烧香 求佛菩萨保佑 佛法常住在世间 不是的 错了 你们有很多同修 我非常感激 你们从各个地方到这边来看我 我也看出来了 你们每个人都有同样的愿望 希望师父能够长住世间 我怎么长住法呢 你们读了这个经文就明白了 你就开悟了 你要想叫我长住在这个世间 首先你自己要 依教奉行 你果然能够依教奉行 不但我长住世间啊 祝福如来 菩萨声闻 大臣经乏了 都会长住世间 如果我们自己不能够依教奉行 如果我们自己不能够依教奉行 学佛 阳奉 英伟 装目作样 还是自欺欺人 还事随顺自己 烦恼 习气 生活 佛法 怎么能够 长住世间 你们要懂这个道理啊 佛法 在今天 为什么衰微到这样的程度 让社会大众啊 物以为是迷信 许多人心目当中 没有把佛法看在眼里啊 认为佛法的时候 在现代二十一世纪 应该全面淘汰掉了 他对社会没有好处啊 他所提倡的是迷信的 不和科学 反科学啊 迷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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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个净控 当然会被人打倒嘛 人家不打 我也倒了 怎么能长住世间 所以 所以 我们如何 需求 振发 长住世间 从我自己本身做起 让社会大众 让你的家人 你的亲戚朋友 邻里相当 很明显的 看出 你学佛以后 跟在没有学佛之前 哦 不一样了 没学佛之前 人家并不尊重你 也没把你看在眼里 学佛之后 看到你的 你的 形象 你的言谈 举止 跟过去 不一样了 他对你 生起了尊敬心 正发就救助了 他对你 一生起的是 厌弃的心 正发就要灭亡了 这个道理 不难懂啊 好好想想 就明白了 现在中国人 把祖宗 忘记了 把神行 抛弃了 一昧 迷信 科学 把科学家 尊重为 大圣人 科学家 所说的 都是真理 我们祖宗 所说的 都说那是迷信 那是落伍的 可是现在 发展 这个西方文明 说实在话 他们的 这个 兴起 到现在 不过 三百年了 你懂得吗 三百年的今天 再来看这些 科技文明 漏洞不出 已经有不少 西方人觉悟了 他们的文明 已经不能应付 现前社会了 科学技术的发达 带给人民 是苦难啊 不是幸福啊 高科技 发展成了核武 发展成了清淡 发展成为 洲际导弹 叫全世界的人心 不安 这是四十 化学武器 也是在高科技当中 发展出来的 现在 现在恐怖分子 用这个做手段 美国 那么大的一个国家 全国 人形 荒荒 这个社会现象 在一年半年前 说老实话 人做梦都想不到的 怎么可能呢 所以 科技发展到最后 大家都知道啊 结果是什么呢 世界末日啊 他走的是死路啊 所以 现在有不少西方人 做了 要到东方来取经 所以 在欧美 许多大学 都非常认真的 在研究汉术 他们要找 中国的东西 要找 印度的东西 尤其是 英国 唐恩比博斯 他是做了一个 引导 他从历史的眼光 来看 这是 科学家 能够承认的 能接受的 他讲的很中肯 在全世界 中国是 汉朝时候 统一的 秦始皇 统一的时间 很短 制度 没建立 中国大业统的局面 这个制度 在汉武帝的时候 就完成了 一直到今天 大概 两千三百年 能够维持 两千三百年 大业统的局面 在全世界 只有中国的一个国家 这不是偶然的 这里头一定有原因 在西方 罗马帝国 一千年 罗马亡了之后 再都不能复兴 中国虽然 改朝换代 一直到今天 都能维系 维系住 大业统 所以要找这个原因 他们要来学习 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中国古神仙仙仙 所讲的 王道 略带帝王 虽然不能做到 王道 他口里头 他也常常 讲王道 还没有把 祖宗的教训 忘记掉 虽然他做不到 还没忘记到 现在麻烦了 现在忘掉了 您这句话都不会讲 西方人要到中国 到印度来取经 到哪里去去啊 诸位好好想想 他到哪里去 只有到中国古籍里 都去去了 好在中国这些典籍 还没上市 明朝时候的 永罗大典 清朝时候的 图书继承 四库全书 报全了中国古神仙仙的 教会啊 只有到这个里面去求啊 这个里头 确确实实 有解决 二十一世纪 一切疑难杂政 非常可惜 唐恩比已经过世了 最近 这二十多年的 时局的发展 他没有看到 如果他要看到的话 我相信 他的这些概念 会更坚定 会更深处 更是大力 向西方 提倡啊 中国 要想在将来 做一个大苦 祖宗的教会 要留意 不能疏忽 说老实话 哪一个国家 能够真正依照 中国古神仙仙教会去做 这个国家 肯定是世界第一大国 肯定啊 他在全世界 更人心啊 他是这个世界的道场人啊 光阴道场啊 广化众生啊 成熟 可以把它解释为 最圆满的理 最大的幸福 像我们前面所讲的 三个圆满 智慧圆满 各能圆满 你在社会上 无论 你在学校 学哪个科系 你将来毕业出来 到社会上 从事任何一个行业 你都是尖端的人物啊 你的生活圆满 你的家庭 没满 大圆满 这才是成就啊 如果更深入地 去观察 去理解 不但我们这一生 得到圆满 往后啊 深深适适啊 都读大圆满的境界 这是佛法的教会 这是中国古圣先王 对后世子孙的贡献 所以佛物啊 这个道场神就是佛物啊 不仅是佛物在我们这一代啊 我们的佛物啊 要推展到后世 推展到 生生世世的子孙 推展到七年八世的后人 你们想一想 这是什么心量 这是什么样的精神 这是名副其实的道场神 是一个负责尽职的道场神 道场神就是自己 不是别人 这个所讲的一切众神 全是讲的自己 我们自己能够发这个心 能够如是行私 是一切众神的善乎我 那么现在科学家 给我们讲 我们居住这个世间 是多元次 多元次 就非常像华言经上讲的 神众天众 声闻原觉菩萨 六道 六道设法界 是在讲 不同 维持的空间 那么你承认 有不同维持的空间存在 知道 不同维持 都有众生 这个都有生物 生存 佛法里头的朔语 不是将空间为次 佛法的朔语呢 是将设法界 这四种不同的法界 其实就是科学家讲的 四种不同维持空间 科学家 知道 要肯定 但是今天还没有能力突破 都在想方法 在研究 如果突破空间的层次 维持 我们的生活空间就大了 那就扩大很多很多倍了 跟如同我们现前的生活环境一样 在一百年前 两百年前 科技刚刚萌芽 交通 依旧是不发达 资讯 不发达 我们的生活空间小 真正是 甚至于 老死不相往来 那么到中国 去旅游观光 我想 不会 不去到长城去看看 你到长城呢 一定看到很多凤祸台 它那是做什么作用的 长城是一种过防 防御公司 凤祸台是传递讯息的 在远方 陕西 甘肃 在这个 秦汉时候 那是边界了 国家西面的边界了 如果那一边 有什么情况发生了 怎么样报消息呢 凤祸台上点狼烟 狼烟 燃烧啊 它的烟不容易分散 很远地方 看到了 看到那个地方 点这个狼烟 这个地方就借着点 这样子 一直传到北京 把讯息报告皇帝 用这种方法了 很笨拙 所以 生活的空间不大了 现在人呢 科学技术发达了 资讯发达了 交通便接了 我们的生活空间 是一个地球 许数多多人 利用 休假的时间 出国去旅游 生活空间可大了 假如 这个空间维持能够突破 我们可以到四度空间去观光旅游 到五度空间去观光旅游 我们这个生活面 不知道有科大多少了 可是在佛法 在宗教 他们确实有方法 突破 他们用什么方法 用禅定 用亲近心 用无分别心 把空间维持突破 所以在有相当深 这个禅定功夫的人 他能看得到 物归道 也能看得到地狱道 他能看到 玉界天 也能看到 色界天 他的生活空间 比我们大多了 而他知道 宇宙之间 许许多多 这个不同生物的生活状况 我们完全不知道 那我们听他们讲 讲的是 我们都把它当作神话看待 那真的是神话 不是我们常识 能想象得到的 不是我们心思 能够接触得到的 确实存在 佛给我们讲经设法 统统提到 设法界 一真状严 统统提到 但是要想得 佛对我们教育的意义 超过这些 新闻资讯的意义 我们能接受 良好的教育 能够效法 不同维持空间 这些神圣 他们的 个性 落实在我们自己生活方面 对我们大有帮助 对我们的智慧 对我们的生活 大幅度的向上提升 功德利益 不可思议 如果把这些 宝贵的教诲 宝贵的资讯 看作迷信 一笔 抹杀掉了 我们的损失 就太大太大了 那有方法补偿啊 我们永远 愚痴 迷惑 我们永远 做错事 为什么呢 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 不了解 不了解的程度 甚至于降低了 连好人坏人都不认识 把好人当做坏人 把坏人当做好人 颠倒了 这个世间 哪有不乱的道理 是非 何不颠倒 这个是人世间的 祸乱的根源 是人世间 最悲惨的 一段事情 这说明了 圣贤教育 彻底被破坏 那我们也想了 圣贤教育 侯以 这么好的教育 为什么被人破坏了呢 真正的原因在哪里呢 是圣贤弟子们 把圣贤教育破坏了 这就是佛华里头 常常说的 譬如 狮子虫 还射 狮子肉 自己破坏自己 不是外人 外头的人 没有人 能破坏 圣贤教 佛法是 宇宙人生的真理 真理怎么会不破坏呢 被你自己人破坏了 自己人怎么破坏呢 俗作所为 与佛陀教会 完全相违背 让世间人 看到这些学佛的人 不肖啊 遭遇 无异于常人 招来的 再换 所以 灭佛法的人 不是外头人 是什么人 佛弟子 尤其是 辍家弟子 是主要 灭佛法的人 古人都讲得好啊 灭佛的 灭佛的 陆佛的 这次 灭佛的 是佛家 弟子 违背 远 祖宗 神仙 教会 高知 这个灾难 古报 大家就晓得了 不识阿比地狱是哪里呢 所以佛门当中有一句谚语说 地狱门前生道多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我们自己学佛非常幸运 在末法时期的人生文佛法 但是有高度的警觉 我学佛了 我是各佛脸上贴金 还是各佛脸上涂大粪 我这个形象是各佛正光 还是各佛丢脸 前途 这两道分明啊 如果是败坏佛教形象 肯定是地狱众生啊 如果真的为佛法增光 你的前途是天堂啊 天堂地狱两道啊 看你怎么走法了 所以道长神在此地 教导我们意义非常之深啊 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在这个地方要能够体会得到 庄严我们的形象 教化众生 帮助一切众生 得到圆满的利益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此地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